大家好,我是Chris,今天分享兩件事 第一件事,英國駕駛車牌理論要考六十次才通過 你想,真是錯紀錄,我不明白為何要考六十次才通過 我覺得英國考車牌,雖然我沒有在這裡考過 但我覺得我上次考Live in UK 我見這裡的人考試,真的都蠻蠢的 我覺得,不是針對他,我覺得那些朱古力顏色那些 你不要讓我說得那麼清楚 鬼佬那天我都見到有個都坐在這裡 我懷疑是歐洲人,都坐在這裡,都跟黑人一樣 坐在那裡想那些題目怎樣回答 其實我覺得這些題目那麼容易,為何要想那麼久呢 他們要考六十次,但我經常在旁邊的群組 看到有些香港人考一次 今天就回到這件事 另一件事就是大腸廣滾 爆發一個大腸廣滾 整件事,我已經翻譯了中文了 我們稍後有時間就講一些,好嗎 廣經已經有三十例是大腸廣滾 傳播途徑就在食物銷廁,買一些乳類食品加工 即是乳樂食品,而受到感染 那是哪一間超市呢,稍後我告訴你 在分享這兩件事之前,講一講 有個蘇格蘭明日大部分地區警告 這是昨天出的,昨天我睡覺了 我看到群組有人扔出來 就說很大的面積都在黃色警告 基本上,Chris今天早上一睡醒 就看到下雪了 很大雪了,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這些慶祭是多少個住蘇格蘭 我早上已經很大雪了 而我的慶祭駕駛出去,出去逛街 也很大雪了 其實我自己是十點九個字的屋上來 即是早上十點多鐘、十點多鐘的屋上來 好像晚上六點、五點多鐘 其實我自己覺得這麼大雪 我就不會開車出去的 因為擔心太滑了 說真的,因為有時候你預計不到 如果地面滑到好像起鏡一樣 你很難控制 尤其是我聽眾住的地方 那條路又窄,山路走六十的路 我不建議走 其實我不建議要外出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今天前天都在家裡 不開車出去 先躲一躲去 我也看到今天有 不知道是不是政府請了一些人 以前不見有 現在有整條路 這張照片還沒下了一陣子的雪 下完了一個多鐘頭 就整條路都是雪 我看到有人 有一個駕駛 在那裡駕雪 即是一個人 散了整條路 駕駛到樓下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有這樣的人 是不是政府給錢 我心想 沒有理由居民給錢 沒有理由居民 但居民如果下來駕雪 就只有一個人 我真的覺得奇怪 說了今天的流行 考了六十次才能通過 理論士 你覺得匪不匪夷所思 其實我覺得一點也不奇怪 我覺得這麼簡單的 Live in UK 我考了一次 四分鐘就完成了 上次的朱古力 考了四次 都不知道行不行 你想想 考了六十次怎麼那麼奇怪 因為他們沒有我們這麼聰明 我們香港人是很聰明的 為什麼呢 找了披折 paper 又或者 想過容易一點的方法 怎麼去考上去 他們沒有的 他們真是死固固的 他們想說什麼 但在還沒說這件事之前 我知道我有些聽眾 還在香港 我經常都覺得 你們應該要來之前 考好車牌 為什麼呢 你這裡考車牌 不是容易的 因為我上次 都和 以前 和K小姐錄過一集 他在Local讀書大 他都要考了三次 不知兩次還是三次 他講了才行 那 也都我在旁邊 有些 Youtube 就說 有些KOL 聲稱自己考一次 他說考一次 那 沒理由不相信他 沒理由說個謊 但我覺得這些機會率 不是那麼高 你要明白一件事 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一個 完全不認識的人 加上語言 可能有一點點 要障礙的人 那你在香港 都未必一次過考得到 還何況去英國 我覺得 不如你實實在在香港 考完才過來 因為 為什麼這麼說 你在英國沒有車牌 很嚴重 說真的 好像 我姐姐 想去 由利物浦過來 加拉斯國 看見車費這麼貴 立即取消了行程 不去了 很貴 我心想 是這樣的 英國乘車 要用這個價錢 所有人都知道 沒有便宜的 每逢運輸很貴 最便宜就是自己開車 說真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你們真的要有車牌 尤其是有車牌 你去哪裡都可以 沒有車牌 沒有車牌 但是 真的不可以 視為他 而且 年輕人 說幾個價錢 駕駛 英國駕駛 我經常覺得 這裡買車保險 是很貴的 真的很貴 不說得笑 貴到得人害怕 是啊 即是 我的Chris哥 上年是加了250磅 是車保險的 今年 他可以加價加到我 400 450磅 是啊 但我沒有做過 不知為何他要一家一家 我這麼多 我都搞不定 我賺了很多間 提前很多 再去佈價 都是這麼貴 所以 都沒辦法 迫著都要被他騙我 400多磅 是啊 即是貴 大概80%都知道 什麼 我上 某個朋友 有輛車 我好像上次都說過 1500cc 19年車 在英國 我猜我應該沒有車過 他都說要交 7 8 50磅 但他年紀很大 他年紀 五十多歲 即是這樣的年紀 都要這樣的價錢 其實都好像 我覺得好像瘋了 說車保險 真的瘋了 這樣 回到我問 他就說 英國管理部門 DVSA 公佈數字顯示 有一名考駕駛執事務的人參加 理論考試 六十次財通過 初夏 2023年上半年的紀錄 接著 這一名考駕駛執事務的人參加 考試地檢 是英格蘭中報 每次駕駛 考費時 二十三磅 考試時間 大約一小時 以未着這位考生 為了通過理論 就花了一千三百八十磅的費用 還搭上了大約六十個小時 哇 好誇張 其實沒問題 自己操作多點題 我覺得應該不難 其實我覺得應該不難 但我覺得他們這些人 和我們香港人 沒有我們那麼聰明 我們話頭聰明很多 我想我們如果最差的那些 最乾最差的 我想二十次內應該考到 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要考那麼多次 但是我有些朋友 考過大車牌 在英國考過大車牌 他就跟我說 這裏跟香港的考試 好像不同 他說你考那些筆試 適合哪一題 坐哪一題 不知道 那我下次又做同一題 究竟哪一題 哪一題坐哪一題 他都不知道 是呀 即是不同香港的 有一個Model answer 告訴你 這條又這樣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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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懂得 你懂得怎麼去考 他沒有 那怎麼搞呢 所以 因為我真的不是英國考的人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是 應該是有點挑戰性 不過 雖然六十次聽起來好像很多 另外有三個人也考過超過五十次 比如一開始參加考試的人 考了五十八次 另一個人就考了五十六次 還有一個考了五十四次 嘩 即是有四個人考了五十次以上 這名考生在2023年上半年通過考試 此外 一名二十八歲年輕人參加兩年考試 哇 一二年的時候有一個考了九十幾次 不是吧 刑未能通過 哈哈哈哈 哇 很獨立 哈哈 一個運輸部統計顯示 理論試通過 通過率在2022年2023年是44% 哇 其實 一年裏面考這麼多次的人 說得比較難聽一點 很有決心 零七零八年是65% 包括理論考試五十多題 需要回答四三題才通過 考試題目第二部分 危險意識測試 考試需要觀看十四段視頻 發現駕車的過程危險 嘩 這麼獨立 整單說完了 我給你一個劫給我 我聽眾 兒子好像 他跟我說應該三十歲留下 他說在英國考不死 考了兩千三千肥了 他說不考了 回香港再考了 哈哈哈哈 所以我第一句 我跟大家說 不如大家考完車牌才來英國 真的 而且越年輕的人 我想 剛剛拿到牌 或者很年輕的人 在英國開車 現在的車牌 價格很瘋狂 我聽 某些人說 一個 一個 一個有經驗的 我當父親 拘捕一個兒子 剛剛考完車牌的人 買車保 夠膽死 開你二千多磅 一年 哈哈 他買了二零車 不是開玩笑 真的 真的搶錢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年輕人在英國開車 是不划算的 我講真的 是的 開車真的不划算 不如反過來 早點拿一個車牌 就算開不開也好 我覺得早點拿一個車牌 自己的年紀過了 不知道他是不是二十六歲 還是三十歲 就開始沒那麼貴 你年輕容易飛車 年紀大那些 不會做這個動作 所以會便宜一點 我不知道他的年齡 是從幾歲開始介平 總而言之 我覺得越早拿越好 起碼不會被他欺騙你錢 說你新牌子 又搞到你二千多磅 那些車保險 可能會好些 另一件事 就說這個大長港鬼 英國大長港鬼爆發 蘇格蘭有人死亡 剛剛說了 有三十例 有七歲至八十一歲 大概有三十人 我講重點 都是在這間超市那裏 售賣 其餘那些超市沒有 都是娛樂產品 而哪一種產品受影響 他的名字太難讀了 我不讀了 但是他的產品 受影響的產品又被召回了 這個超市超級市場 這個超市是Rachos 這間店主要是賣貴介的 我就真的不會去那裏買東西 如果你有過去買的 你看一下你有沒有買這些 這兩隻產品 不過他說他自己回收了 大家提高警覺 因為這樣說 他就說 48小時內會出現病症 病症會有什麼呢 嚴重的輻射 他說會有嚴重輻射 嘔吐、發燒 如果出現輻射 嘔吐 你可以直接採取措施 避免傳染其他家人 或朋友 用鹼液、洗手 漂白劑 清潔表面 但是有些人 如果年紀大一點 未必能頂得住 因為我上次 好像是Omicron 沒有記錯 上帝疫苗 我都好像 瘋了一個星期 還是四天 瘋到脫水 不是開玩笑 真的不是開玩笑 所以如果年紀大 就小心一點 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留言和分享 拜拜